哈喽大家好 虫粉的怡泰又来了 娱乐圈中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美女 她们的美丽各具特色 而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些拥有迷人身材的女星 当然 在这里所说的身材好 并不是只受的尽显骨感 为了上进而牺牲健康 相反 她们拥有黄金腰臀比例 身姿曼妙 前凸后翘 这样的美丽令人目不转睛 今天姨太就带大家来看看 娱乐圈那些拥有极致身材的明星都有谁吧 柳妍 来到我们微博电影之夜的红毯现场 哇好漂亮啊 娱乐圈最初以性感出圈的当属柳妍 她曾是著名主持人 然而有人认为她只是一个花瓶 认为她的成功纯粹依赖于她的外表 而非实力 但事实上 柳妍的道路并不轻松 尽管她的长相并不算特别出众 但她的身材绝对是一等一的好 初出道时 为了快速走红 她确实借助了自己的身材优势 如今年过四十的柳妍 更加大方自信地展示自己的美丽 身穿露背礼服 毫不掩饰地展现着背部线条 黑白简约的颜色 更加突出了她完美的腰臀比 在她晒出的照片中 身穿健身服 这样的身材曲线 不愧是初代性感女神 柳妍出席活动时 也喜欢穿着亮片紧身裙 不得不承认 这种风格非常适合她 亮片会让她整个人看起来意义生辉 在人群中非常耀眼 优越的腰臀比 也能自然而然地展示出来 真是一举两得 张雨琪 追我的人要从中国排到法国 听到这句话本以为张雨琪在吹牛 但见到她本人后 才明白她所言不虚 她拥有一种猫戏的长相 一双内眼如丝 病人心神荡漾 完全是个掉戏美人 看到她的身材更加能理解 那句大言不惭的话 张雨琪的身材 简直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她拥有八掌腰 小翘臀和大长腿 在电影《美人鱼》中 她毫不吝啬地展现了自己的好身材 穿着黑色皮衣 极具攻击性的性感 让人无法抵挡 在活动中 她也以赶穿而闻名 果然 身材好就是任性 穿着黑色抹胸裙时 她身材高挑 即使没有高跟鞋的加持 她的双腿依然又长又直又白 不过要看腰臀比 还得看背影照 在活动中 她穿着黑色包臀裙 展现出美背 裙子上的亮片更增色不少 并她光彩夺目 这个背影 这个腰臀比 谁能不为之着迷 当然 拥有这样傲人的腰臀比 离不开她对规律健身的坚持 从她分享的照片中可见 她经常健身 因此这一切都是她应得的 妮妮 妮 妮妮 风情万种的代名词 在电影中 她饰演了不为人知的商女 却义无反顾地为家国献身 在这部电影中 妮妮身穿旗袍 优雅地走路 展现了她妩媚动人的风采 毫不吝啬地展现在观众眼前 这部电影也因此成为了妮妮的成名之作 她的美丽具有极强的攻击性 站在人群中 她就是一个惊艳的存在 完美无瑕的肩颈线条 雪白细腻的皮肤 妙系臀翘 腿修长笔直 简直是人间有物 即使从侧面看 她的美丽依旧令人心醉 这样的身材曲线 真是让人羡慕不已 妮妮的美丽并不仅限于妮媚风情 她也能展现出潇洒干练的一面 在《消失的她》中 她饰演了勇敢有智谋的尘脉 为了闺蜜而展开报酬行动 在这部电影中 她改变了往日的性感形象 剪了一头干练的短发 身穿皮衣 骑着机车 这样的形象让人不禁赞叹 姐姐我可以 宋依 和妮妮一样 宋依也非常适合穿旗袍 旗袍虽美 却很调人穿 对身材要求极高 必须凹凸有致 气质出众 才能穿出旗袍的风情 宋依的脸蛋 看起来清纯小白花 并远感到舒适 她圆圆的眼睛 巴掌大小的脸 笑起来有浅浅的小酒窝 甚是可爱 她是那种让人 纷纷为之倾倒的嫂子类型 然而 让人意外的是 她身材傲人 极具黄金腰臀笔 加上她皮肤的白皙 简直就是现实版的白雪公主 身穿旗袍 她摇着扇子 轻抚着裙摆 黄金腰臀笔 尽显风姿 过去的宋依是 傻白甜类型的美女 但自从和小白谈恋爱后 穿衣风格也有所改变 然而 她骨子里透出的 田径淡雅气质 却始终不会轻易改变 她的美 是散发着内敛 淡雅的独特气息 让人不由自主的位置着迷 杨幂 杨幂已经36岁了 但她依然以美貌脱颖而出 她的脸蛋 和她在娱乐圈的地位 一样高 而她的身材也是出了名的 在活动上 她穿着一席绿裙 在人群中显得格外耀眼 正面看 这件裙子 似乎只是很土素的颜色 没有太多亮点 但当她转过身来时 让人惊叹不已 这件礼服的背后 仅有几根细带连接 她的背部白细而鲜薄 轻盈的礼服 将她的身材曲线 展现得完美无瑕 虽然腰臀笔 也许不如前面提到的明星 但她的腰部 真的非常细 在一些路透照片中 也能看到她这个优点 她穿着粉色赶羊旗袍 加上俏皮的双马尾 不仅展现出少女的活力 更凸显她凹凸有致的身材 她穿着背心长裤 露出小蛮腰 隐约可见的马甲线 彰显出她健美的身材 而穿着黑色礼服时 在黑夜和灯光的映衬下 她宛如隐秘的暗黑玫瑰 既危险又迷人 迪丽热巴 在7月的某一天 迪丽热巴前往机场时 遭遇了一名粉丝的不当行为 她被摸了后背 当时她穿着比较清凉 这一事件在网络上 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一些人指责该粉丝没有礼貌 而另一些人则责怪迪丽热巴 在公共场合穿得过于暴露 对于后者的指责 实质上就是被人们所唾弃的 受害者有罪伦 我们不能因为对方是明星 就剥夺其享有穿衣自由的权利 而令人惊讶的是 迪丽热巴并没有在意网络上的言论 她依然选择穿得漏背的衣服 这一举动被网友大家赞赏 敢于挑战传统 美女就应该大方地穿漂亮的衣服 在安乐传的粉丝 见面会上 她身着一袭紧身黑裙 将整个身体紧紧包裹 但身材曲线却被完美展现 这种风腰翘臀 迪丽热巴不仅脸蛋像艺术品一样精致 身材曲线也堪称艺术级别 身高168厘米 长腿细手 她淫于一握的小蛮腰 和线长细腻的双腿 让人称赞不已 更令人赞叹的是 她甚至拥有令人羡慕的腰臀 穿上紧身礼服 她的腰臀比例一览无余 尽管她习惯性地捂住胸口 但优越的腰臀比例无法隐藏 舒奇 舒奇的长相一直备受争议 有人称她万种风情 洒脱明媚 而也有人认为她嘴大脸方 没有典型美女的样子 然而 无论长相如何 她的身材一直是无可争议的 身着露背礼服 将头发全部盘起 舒奇散发着浓浓的女人味 她的背部线条纤细有形 特别是收腰的设计 更凸显出她不凡的腰臀比例 特定的拍摄角度下 腰臀比更加明显 令人惊叹 在拍摄杂志封面时 她身着红衣 这样的造型 绝非谁都能驾驭 尽管身体被严严实实地包裹着 但她身材的线条依然清晰可见 红色裙子和红唇色都非常适合她 她总能将红色展现的恰到好处 舒奇的身材并不是瘦削那种类型的 而是有着风云美的恰到好处 为了保持身材 她背后付出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努力 在参加中餐厅时 众人忙碌了一整天 疲惫不堪 可舒奇却能忍住一天不吃饭 只端起红酒杯站在一旁 这种忍耐力 真可谓是女明星的特质 李小冉 李小冉一直被誉为娱乐圈中的合照杀手 她的天生冷白皮肤让她在照片中更显优势 一白这白丑 可谓名副其实 她的长相端庄大气 成熟美艳的气质 随着年龄的增长更显醇厚 让人赞叹美人封印尤存 李小冉对自己的好身材也很自信 并且大方必展现 她深知自己的优势所在 因此在选择礼服时总是能找到最合适的款式 不论是一袭金色礼服 还是黑T搭配素色裙子 她都能展现出令人赞叹的魔鬼身材 金色礼服衬托出她雪白的肌肤和修长的腿部线条 灯光的映衬下更增添了氛围感 而即使穿着简单的黑T 她也能散发出迷人的风韵 她的优雅和气质 让人在每一张合照中都为她倾倒 许晴 在娱乐圈中 许晴堪称不老女神 尽管已经54岁 但她依旧保持着令人赞叹的好身材 无论在街上穿着简单的衣服 她的好身材都难言 这个身材曲线 实在让人难以相信她已经50多岁 许晴不仅是不老女神 她也是黄金腰臀笔的代表 在电影中 她随意一侧身 就让人为之倾倒 她那完美的臀部曲线 与纤细的腰肢相得一张 真的是存在的吗 即使与相差20岁的杨阳站在一起 也没有丝毫差倍的感觉 更像是成熟娇媚的姐姐 带着故作深沉的弟弟 许晴的美 娇俏又带着一丝羞涩 就像是成熟的水蜜桃一样 她那桃花眼充满了柔情 温柔地看着你时 谁能不为之倾心 前凸后翘 背部鲜薄挺拔 双腿修长凝衬 全身上下没有一点毛病 她真的就像是女娲得意之作一般完美 那么以上就是一太整理的 娱乐圈那些拥有极致身材的明星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还有什么补充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与一太进行互动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一太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一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